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碗中倒两个鸡蛋搅散 再准备拌瓶水 把瓶盖上戳上几个孔 把水挤进面粉里 然后边挤并晃动 这样慢慢的一个个小疙瘩就出来了 把多余的干面粉露出来 把面疙瘩放入盘中 激过烧油 放入葱哥 翻炒一下 加入番茄 湿盐炒肚脂 加入适量的清水煮开 锅中水开后放入面疙瘩 边放边搅动 用铲子不停的搅动 防止粘连在一起 放点食盐 精心调味 把鸡蛋液倒进去煮熟 最后放入葱花 翻炒一分钟即可 一道美味的番茄 疙瘩汤就做好了 吃起来汤鲜味美 爽滑劲道 喜欢就跟你试试吧 跟着大叔学做菜 让家人开心过好每一天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